好 那這個三重滅門血案曝光之後 警方能夠在17個小時之內就逮到人 有一個關鍵 我們記者特別去找出 當時這嫌犯他逃逸的整個過程 包括我們提到他去搭高鐵南下 然後還轉搭白牌車 再住進日租套房 其實他的一舉一動 都有被監視器拍下來 而且他算是非常顯眼的一個目標 因為你可以看到 他手上拖著的這個行李箱 其實顏色是非常明顯的 是粉紅色的 再加上他還有名牌的棕格襯衫 還提了一個鯊魚圖案的寵物袋 還有就是他抱著他的愛犬 那隻博美叫做糯米 這三大特徵讓他露線 加上其實刑警 他們有組成一個鷹眼隊 裡面有一個重要人物叫石春吉 人稱鷹眼神探 他專門是在專研調閱偵視器 過去也協助很多大案子侦破 像是之前的館長槍擊案 還有台版柬埔寨 在追這個藍道的時候 他都有出力 他表示這個張姓男子 他追查發現 他真的到哪裡都帶著他的愛犬 所以監視器裡頭非常顯眼 三種面門鞋案鷹眼隊立大功 連新北市長侯友宜都來親自頒獎 最重要的人物是他 新北新莊警分局警備隊小隊長石春吉 人稱鷹眼神探 過濾監視器畫面 鎖定張姓男子行蹤 十七小時內迅速改人 我們的核心價值就是犯感情 感情用的躍身 那個案情就自然會比較 明朗化的發展 是三歲的石春吉 從近十五年專研調閱監視器 憑著敏銳觀察 屢次協助 偵破社會矚目的重大刑案 包括館長槍擊案 台版柬埔寨案等等 新北市警察局長 也特別成立鷹眼隊 由石春吉負責帶隊 與傳授經驗 指導學弟妹們 如果透過調閱監視器 為民服務 警方十二號上午十點多 到台中待人 也因為張姓男子去到哪裡 愛犬糯米都如影隨形 非常顯眼 馬上被警方鎖定 張姓男子上銬移送 仍把糯米緊緊抱在懷裡 但這隻狗 其實是怨母妻子所飼養 即使對牠們痛下毒手 但卻對狗疼愛有加 逃亡時連狗飼料狗網都帶上 就怕牠餓肚子 如今糯米被死者的大女兒帶走 也成為家人唯一寄託 華視新聞 柯黃明 陳欣慈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